谭迪英独自美国闯祸。与美人这样说。 与美人谭孙安佐事件。图TVBS提供。2018年4月6日。 与美人近日主持谈话性节目国民大会,提到艺人狄英与孙鹏独自孙安佐卷入美国校园安全事件被逮,狄英一向以虎妈形象文明演艺圈,此时一出他的言行不断被放大,传言孙安佐曾问妈妈,万一我被绑架了,对方要乃吃排泄物? 乃愿意吗?迪英当时立刻点头,许多人因此认为他太过宠义孩子,与美人抱持不同看法,为人母哪有不吃的,这句话去挑战迪英,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与美人提及,迪英的儿子因为一句玩笑话在美国被捕了,这件事情造成非常多父母对教养孩子产生了一种焦虑。 这个议题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关心迪英一家人,而是因为我们青少年很多时候不知道玩笑怎么开,还有我们对小孩开玩笑都太轻松看待,最近不是有扬言血洗火车站的。 在台湾你敢像孙安佐这样鸡压孩子吗?可能一堆家长就出来施压了,说小孩开玩笑。 他强调,你在台湾不处理,他出去这样做,就会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小看。 驴文婉觉得迪英交子严格。图翻设字脸书。2018年4月6日。 驴嘴驴文婉在节目中,谈到迪英的教养方式,他对孙安佐不言吗?孩子不到80分,屁股就要打到开花,50分钟内,要把规定的饭吃完。 其实很多妈妈看在眼里 我们有做讨论跟交换意见 真的管很严 那代表什么 这个孩子在台湾是没有任何空隙的 他是把他定在那个框架里面 孩子很辛苦耶 吕文婉提出疑问 唯一有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方 玩火焰枪的部分 我们姑且不讲会不会弄到别人 乃也会担心自己孩子受伤吗 那个火焰我看到画面 吓坏了 与美人则呼吁 人跟人的分纪 不要随便批评别人的教养方式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妈妈 但是我们不是天生就做父母 一定要好好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